看到川普13號在這個賓州 在這個造勢大會上遭到槍擊 那麼現場傳出的第一槍就擊中 那你可以看到呢 他在捂住了耳朵之後呢 他的這個特勤趕快肉身來護衛 趕快把他給壓在地上長達25秒鐘 但是後續還是有槍響 那麼他是連喊了三聲的 Fighting之後來離開 現場的支持者反應呢也是十分的激動 那麼我們現在來看到了在槍手的部分 好這個槍手呢是在這邊 他也位於制高點的一個特勤聚集手 在現場就已經來擊斃了 當地的檢察官表示 槍手是在造勢場地旁邊一棟樓的屋頂 來射擊多次 那現在FBI也證實槍手呢 這個嫌疑人是一名來自賓州20歲的男子 犯案動機不明 那麼在美國聯邦調查局 將他定調川普集會槍擊事件 是暗殺未遂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了 距離川普大約180到275米 用的是AR式步槍發射了8發子彈 美方執法人員表示 搜出這是一支AR15型的半自動步槍 好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先來請教立獎局 我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今天這個大家看這個鏡頭 川普聽到那個槍聲 你會覺得說有沒有聽到槍聲 我跟各位講 我們都一直認為說聽到槍聲是鞭炮聲 其實那是槍擊現場就是我摳槍的地方是鞭炮聲沒錯 但是你這個彈早點的地方 你看那個鞭炮如果說是隔在150公尺之外 你聽到的聲音就不是那種鞭炮聲了 那就是我們現在鏡頭上面所聽到的啪啪啪 因為我們以前在把鍋裡面要舉把 所以子彈從175公尺之外射過來 我們聽到那個聲音 其實跟你在把臺上面聽到的聲音是不一樣 另外我們看到川普的反應 其實那是很真實的一個鏡頭 就是說其實耳朵裡面 其實不太有痛感的聲音 尤其那麼快的穿過去之下 所以他第一反應他覺得說耳朵可能 他可能有聽到咻一聲過去 然後子彈確實從你耳朵旁邊過去 你會聽到那個聲音 然後他一摸 他一看才是血 那我們不佩服川普那個時候反應很快 他第一時間 當他發現看到是血油 他立刻在短短的這種很短的時間 他又意識到情況不對 立刻蹲下來 那我相信川普這時候腦袋裡面 他在想什麼你知道 人生跑馬燈 對不對 真是 那大概 那幾秒鐘而已 幾秒鐘而已 但我講說這個射手 第二個我要分析這個射手 其實這個射手 他所使用的槍 跟這個射手的數值是非常的高 你看看他第一個 他在這個 最少有180公尺的這種距離之外 180公尺我跟各位講 你用 如果說不是這個槍瞄準的話 你的準心來講的話 去瞄準一個頭來講的話 大概那準心遮住的是整個頭都被遮住 不是說用準心去瞄準目標戶的中心 而是用川普那顆頭來瞄準準心 我要講你知道嗎 就是你這樣看出去 你可能那個準心 從眼睛看出去可能那個 那個準心比那個頭還大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射手是非常的穩的 然後他第一槍 我們總共講八槍 我個人研判 這八槍是怎麼打的 你知道 第一槍他準備給他爆頭 就瞄準眉心 那瞄準眉心他開槍打 但你要知道這個AR步槍 他口徑是5.56公里 5.56公里其實是很小 大概跟我們比肩 原子比比肩差不多就這麼大 5.56公里 對對對 那一般正式的狙擊槍是0.5英寸 差不多那麼大 那重量就比較重 他就飛行速度比較快 彈道比較低 那這麼小一個彈頭來講的話 其實很容易受空氣飄動的影響 那我剛剛亮哥有講 這個只在飛行時間 如果說180公尺算的話 只在飛行時間 大概0.15秒到2秒 0.2秒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川普有可能在擺頭 所以他真的是 你在講話呀 運氣很好 他如果說頭偏向另外一邊的話 他可能就鄭重眉心 就一槍爆頭斃命 那他可能剛好偏向另外一邊 剛好撤 對 剛好撤過去 再加上封偏 可是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高低沒有差 高低沒有差 因為他就是在這個 他就是瞄準 你看他耳朵 如果說是瞄準耳朵來講 高低是沒有差 一般槍枝震動來講的話 會上下跳動 可見這槍手來講 非常的沉穩 他心理素質非常的高 非常純 而且這支槍 我相信應該是一支新槍 因為唐線都是新的 所以他彈道非常的沉穩 才能夠高低沒有差別 只是左右有偏差而已 是 事後網友也有透過這個照片 放大來看 就像你講的 不只是瞄準這個頭部 甚至瞄準胸口 他是因為有穿上防彈背心 其實他第二槍好像打中胸口 有相片出來說是他命中 那這個射手來講 他第一槍摳完以後 他發現這個川普蹲下來以後 在蹲下來那個很短的時間之內 他馬上又摳了第二槍 就瞄準他胸口打了 但是好像是命中兩槍 川普被打了 那因為他有穿防彈背心 所以說第二槍 大概被防彈背心擋下來 所以我們從這個兩槍 這麼快的速度 可以連射兩槍 你就知道這個射手 其實是經過這個很準的 很準確的一個訓練 而且他一定是到練習場上 將這支槍做了很準確的一個規定 所以說我必須要講 他不但是有備而來 而且是抱著金科刺勤王的那種心態來的 就是必死無疑 你看他身上沒有帶煙幕彈 如果說是他有這種警覺來講 我帶個煙幕彈對不對 一旦我要脫逃的時候脫離戰鬥 我煙幕彈一丟 你那個FBI的射手不見得能夠打得到 我就跑了 所以他就準備是抱著那種金科刺勤王 但我們後續可以去探討了 為什麼這個射手 一個二歲的年輕人 非要將有這種金科的那種心態 制自己於死地 然後非要射殺這個川普 而且是一槍爆頭 這是我覺得這個我們必要探討 第三個我覺得 美國這個特勤局 是不是有故意放水的心態 我不得不懷疑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在 李登輝當總統的時候 我當過他的這種警衛官 所以我很清楚這種 你檢查 像我們來講 如果總統要到這個場所去 不是光總統 就是我們如果要保護的人 到這個地方去 其實因為地點我們都知道 它在什麼地方嘛 所以周邊來講的話 當然我們會跟當地 我們這個特勤隊 一定會先去現場會看 對不對 覺得這個地方是安全還是不安全 或者是地形太過於複雜 我們就會被 跟被保護者講說 你不要選這個地方 這地方我們不好來保護你 找一個我們比較容易警戒 介護的地方 你這個危安的部分 換一個地方 其實危安單位應該提出 他專業的判斷 說你這個地方 這個可能會產生危險因素 好 那你決定這個地方之後 其實我們都會在前一天 就先去探勘地形 然後大概周邊最少500公尺 這個半徑500公尺 是絕對警戒區 因為步槍的射程 有較射程大概是500公尺 所以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我們一定是絕對保持它 一定要非常清潔 非常乾淨 然後1000公尺 其實我們都必須要派警戒 而且這個警戒人員 不是只有一個狙擊手 你看到一個狙擊手 其實我相信美國 跟我們台灣一樣 不會比我們台灣的 這種特勤要弱 我們會怎麼樣 就是說除了現場之外 有制服的 還有便衣的人員在現場 這便衣人員來講 穿插在人群裡面 你就要去注意這些人 到底來往的人有沒有說 行蹤詭異 或神色特殊 或攜帶一些什麼 很奇怪的東西 大的包包 你看他背了一支槍 對不對 那支槍多長啊 那可能要一個高爾夫球袋 才裝得下 那你這特勤人員 怎麼會沒有警覺注意到 而且所謂特勤 不只是這些專業特勤 他包括當地的警察 都必須要參加這個 維安的單位 那邊警察派在重要的路口 或是什麼地方 來做這個警覺 然後制高點 你一定要先去檢查一遍 然後制高點 你看這個 他確實是有 是狙擊手在那個地方 那我試問說 為什麼這個槍手 這個殺手 可以到那個地方去 而且這個沒有被 這個特勤人員所警覺 所發現 那只有幾個原因嘛 第一個當然我們可以說是 美國的特勤單位 都是混飯吃的 很糟糕 對不對 這個螺絲鬆了一地 然後失去了這種警戒心 第二個我們 大膽的推測 會不會有陰謀在 故意放一個缺口 讓這個殺手 可以從這邊進去 因為現在局勢來講的話 我想陰謀論很快可以出來了 那拜登來講的話 他競選 目前大家在吵著換敗換敗 對不對 那會不會有些人 因為要換敗 所以他最大的競爭對手 就是川普嗎 那非要一槍爆頭 致川普於死地不可 那後面有沒有更多的陰謀 其實我們可以去推測 可是特勤人員這次來講 讓這個殺手 可以這麼輕鬆一舉的上去 而且這射手是 訓練有素的射手 是經過專業的訓練培養的 你看他心理素質多高 而且是抱著那種必死的決心 非要將川普一槍斃命 當後續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可以推測 其實耳朵沒有什麼了不起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競選大會的時候 這個耳朵破了那個洞 被打出來那個洞 就變成川普的招牌 所有的媒體焦點 在造勢大會上面 只要那個鏡頭 對著川普的耳朵 我跟你講川普就贏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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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